香港女星的美 無數人都會在腦海中 出現出一堆人的驚世面容 比如張曼玉 林青霞 朱音 張民等等時代美人 在只最金迷的上世紀香港娛樂圈 在全色和名利的誘惑下 女星與富豪之間的愛情故事 已屢見不鮮 在眾多女星的愛恨情仇裡 劉佳玲雖然沒有讓人驚艷的美貌 但她的爭議絕對是很大的 劉佳玲本是蘇州人 她的父親是泰國華僑 由於成分不好 在特殊時期一家人飽受折磨 15歲的時候他們舉家來到香港 80年代的內地和香港差距十分巨大 看到香港繁華的街道 衣著亮麗的行人 立刻覺得自己土味十足 加上語言的障礙 劉佳玲與別人顯得格格不入 所以沒少受到同齡人的排擠 不過劉佳玲很快就適應了 習慣了香港的生活節奏 也學會了說粵語 1983年經歷一次失敗後 劉佳玲終於考上了TVB議員訓練班 同級的學員還有劉青雲、吳君如、 藍結英和曾華倩 1985年的劉佳玲剛剛畢業一年 突演了兩部電視劇 在梁朝偉、劉德華版《陸鼎記》中飾演芳怡 又在梁朝偉、張曼玉主演的《辛扎師兄》中飾演張家問 雖然這兩部電視劇很火 因為主演們太過亮眼 劉佳玲在劇中也只是混個臉熟 這時的劉佳玲怎麼也想不到 他會和這麼多的男人有牽扯 當時劉佳玲憑藉畢業後出演的兩部劇《小有名氣》後 在吳君如的介紹下 認識了香港船王之孫許進亨 那時候許進亨剛剛從國外留學回來 有上百億的資產可以繼承 身邊也是美女如雲 可她見到劉佳玲後 還是被其獨特的氣質征服了 一天晚上 劉佳玲駕車外出時輪胎爆了 打電話向吳君如求助 吳君如就將白馬王子許進亨派過去英雄救美 到達現場後 許進亨甚至不顧自己百億身價繼承人的身份 親自為其換輪胎出了一身的臭汗 這一舉動讓劉佳玲十分感動 對其傾心不已 當然許進亨的財富和修養也佔了99.9%的原因 這件事過後 兩人很快就發展成為了戀人的關係 不久兩人同居了 為了博得女友歡心 公子哥許進亨出手十分闊綽 珠寶首飾 名車豪宅 劉佳玲喜歡的 許進亨都一一滿足 相戀一年後 兩人的戀情慢慢公開 與許進亨相戀的幾年 劉佳玲幾乎放棄了自己的事業 只在1986年時出演了成龍的電影《救濟雜牌軍》 許進亨的戀情讓劉佳玲一直話題不斷 雖然沒有像樣的作品 但是也頗有人氣 一次採訪中 劉佳玲大方成人兩人即將舉行婚禮 此消息一出整個香港轟動了 可是許家卻坐不住了 堂堂香港船王的長孫 娶一個大陸來的戲子 這在當時有些排外的香港富豪看來 是很沒面子的事情 於是許家接受採訪時 直接表示不清楚這件事 此時許進亨的態度也變得模棱兩可 被打臉的劉佳玲認清了現實 沒有再繼續糾纏 1988年4月 劉佳玲和許進亨分手 如今許進亨娶了當時的香港女神李嘉欣 生活過得也很幸福 近期許進亨的妻子李嘉欣 曬出自己生日聚會合照 在照片中許進亨不僅消瘦了很多 臉上也好像有很多皺紋了 更加令人非常意外的是 許進亨不僅老了很多 頭髮也凸了不少 她的精神和狀態好像一臉被掏空的樣子 很多網友也紛紛留言吐槽道 許進亨一點傷人氣場都沒有 不過一直是混日子型也沒那麼伶俐了 值得一提的是 李嘉欣的老公許進亨雖然倉老了不少 但是打扮十分潮流年輕 身穿花色襯衫戴著一個項鏈打扮很前衛 當然了人老了肯定沒有年輕的時候好看 畢竟許進亨也已經60歲了 還好的是許進亨身材一直都沒有發福 別人都說難買老來瘦 看來許進亨保養還是非常好的 雖然很有錢也沒有吃得太胖 和李嘉欣一直都恩愛令人敬佩 2.林俊賢 當時劉嘉玲和許進亨分手後 劉嘉玲在拍攝上海大風暴時 與合作的男演員林俊賢傳出了緋聞 兩人在一次聚會上跳舞時 玩上了你推我嗓的打去遊戲 還一起結伴到電影院觀影 其實兩人看電影時 還有很多工作人員在場 後來林俊賢退出影視圈 選擇下海行商 不知為何 林俊賢退出後 兩人的關係反而變得微妙 也許是因為聚少離多 最後兩人還是分手了 如今62歲的林俊賢臉上多了一些皺紋 髮際線也有了上移的痕跡 不過她的精神狀態很不錯 滿眼都是笑意 臉色也很紅潤 現在林俊賢有兒女的陪伴 生活過得也很幸福 祝願她身體健康 爭取為大家帶來更好的作品 3.梁朝偉 劉嘉玲在排演舞台劇《花心大丈夫》時 與梁朝偉再次相遇 當時梁朝偉已經和相戀六年的女友曾華倩分手 兩個同時失戀的人經常在一起談心 慢慢的心就靠到了一起 1990年 兩人正處於熱戀期 劉嘉玲在拍攝《阿非正傳》期間突然遭到了綁架 當時正在拍戲的梁朝偉從張學友口中得知這件事後 驚嚇得連車都開不了了 還是讓張學友開著車趕到了現場 得知女友友驚無險後才放下心 對於劉嘉玲的遭遇她也沒有深究 還深情地對她說道 這個圈子太亂 要不我們一起離開吧 你想去哪裡 我就陪你去哪裡 然而劉嘉玲卻絲毫不懼 強大的內心讓她面對這一切就像局外人一樣 休息了一段時間後便接著開始拍戲了 4.羅兆輝 之後劉嘉玲連續獲得提名 但始終未能更進一步 隨後劉嘉玲就被拍到與神秘男子熱吻的照片 後來證實這名神秘男子就是當時 由股票神童之稱的羅兆輝 據傳 羅兆輝為了追劉嘉玲給她買車買房 毫不吝嗇 不過當時羅兆輝已經結婚 與劉嘉玲的婚外行為直接導致了她婚姻破裂 後來羅兆輝破產 2000年從風光無限的地產大佬 到落魄的3億欠債人 羅兆輝的精神已經無力承擔 選擇燒炭結束生命 幸而被人發現及時送醫 之後突發心臟病不治身亡 一代地產神童就此落幕 5.李兆文 2000年5月 劉嘉玲揭拾了金融才子李兆文 兩人四處遊玩一同出入夜店 劉嘉玲還趁男友梁朝偉不在家 帶著李兆文回住宅 幾乎差點造成梁朝偉與他分手 6.忠田英壽 後來劉嘉玲因為代言日本的一款化妝品 結實了忠田英壽 隨後有媒體拍到兩人在酒吧爾濱思摩 期間劉嘉玲還大膽現問 當時曾傳梁朝偉為此 一人付酒吧買醉 如今放棄足球的忠田英壽 也用心去感受自己國家的所有美好與美麗 真正沉下心來去學習釀酒 學習戳筋技法 並且在走遍了這麼多行程之後 忠田英壽還觸犯了自己的文字作品 重新發現日本 7.胡君 胡君與劉嘉玲因無間道二相見如故 2003年5月有香港媒體拍到 胡君於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式結束後 送劉嘉玲回酒店的照片 為此胡君與妻子盧芳差點離婚 最終胡君和劉嘉玲同時發聲明澄清才平息事端 2006年兩人合作電影好奇害死貓 並且在當年的頒獎典禮上大方親吻 從而讓兩人的緋聞再度甚嚣沉上 隨後二人堅稱只是好朋友 8.郭台銘 2006年劉嘉玲和富商郭台銘 牽手出席此上晚宴 絲毫不避諱媒體 郭台銘甚至放言要一拳打倒梁朝偉 並表示自己是真心喜歡劉嘉玲 不過劉嘉玲最終還是拒絕了郭台銘 因為她知道自己和梁朝偉已經分不開了 近期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宣布投入國民黨內初選後 頻頻在媒體前曝光 但明顯的老人般卻時常吸引到觀眾目光 2008年 兜兜轉轉在一起 20年的劉嘉玲和梁朝偉在佛國布丹舉行了婚禮 這場全球關注的世紀婚禮還受到了布丹國王的特批 在布丹這個遠離喧囂的南亞小國 愛情一直秉承精神關愛至上的原則 代表著無上的純潔 這可能也是兩人選擇在這裡結婚的最終目的 13年轉春即逝 梁朝偉與劉嘉玲自相識以來 風風雨雨走過了大半生 太多的人唱衰他們 太多的人說他們不合適 但最終他們還是選擇了與彼此度過後半生 兩人唯一的遺憾就是 到現在還沒有孩子承歡席下 對此 梁朝偉坦言 不要孩子是他們在結婚時就商量好的事情 最近在梁朝偉59歲生日時 劉嘉玲還曬出了一張為他慶生的照片 照片中的梁朝偉面帶微笑 神韻不減當年 真正的不老男神 兩個性格差異巨大的人就這樣互相包容 互相信任 携手走過了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 劉嘉玲經歷了一場劫難後涅槃重生 在歲月的陳殿下越發從容淡定 雖然在眾多富商中游走了大半輩子 情食飽受非裔 可劉嘉玲卻真真實實地活出了自己的風格 而且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了梁朝偉 或許這就是命中注定的真愛 今天到這裡就結束了 您對今天的內容有何感想呢? JD